当然过年年关要到了 有些人资金周转可能有一点点压力 包括了可能过年的费用 或者是过年后子女的学费等等 那么有部分民众都会去劳动局申请纾困贷款 不过有最新的统计出炉了 有高达26万名的劳工 这贷款与其没有缴 结果贷账金额高达了220亿元 专家就说了光借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还可能酿成了财务的黑洞 不过劳保局也特别强调了 绝对不会影响其他民众的权益 劳保基金破产就怕倒数 收支逆差越来越大 劳保局统计2003年 开办劳保纾困贷款至今 高达26万名劳工贷款逾期未还 滥债逐年扩大 总金额已近220亿 借款给这些劳工纾困 用意虽然是良善 劳保局并没有去追踪这些 未还款的劳工到底原因是什么 这表示说他后续的捐款是有问题的 担心贷款形同让劳工提前预知老年年金 恐影响劳工老年经济安全 也不利劳保基金周转 每年都要高达9万人申请 因为这贷款利息只要1.39% 凡是劳保年资满15年没有基欠保费 最高可以带到10万块周转金 前半年不用还本金 每月利息只有116元 半年后按月平均摊还 本金加利息月缴3394元 专家点出退休后老年经济安全会不会发生问题 劳工有用钱的困难 政府应通过社会救助体系帮忙 国家给人民的不就是这是最基本的 不会啊 为什么 对政府有信心啊 劳保局出面辟谣 如果超过三年还款期 劳工没有还钱 这笔待账未来将从申请人退休金扣除 并不会造成亏损或影响其他人的权益 东森财经新闻张志安刘子腾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